前副總統陳建仁他加入民進黨之後 被認為可能是要剪止2024的總統大位 那市長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同樣是醫生對你來說這會是一個競爭壓力嗎 這真的假的 每天做好自己的事啊 哇 太多人太多 我跟你講齁 這個我已經學乖了 就好像不要每天去股票看盤 會精神厚弱 可以買股票就放著 慢慢漲就好 不要每天在那裡看盤 所以還是一樣嘛 做好今天的事情嘛 做我自己能夠控制的事情 不要老是想東想西的 市長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個消息出來 他說您是跟陸契來用餐 那會不會擔心說 這一次操作又被抹紅了呢 長期以來抹紅抹藍柯文哲 這是目前這個 民進黨的一貫戰略嘛 這我都曉得嘛 所以不過是這樣啦 我就覺得 唉 還是那一句話啦 就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嘛 當然是這樣啦 就特定的政黨 要做特定的政治攻擊 這也沒辦法 這也是他 他領薪水就要做那種事 不然他要幹什麼 他有領薪水做就做這種事啊 所以有些人的工作 就是攻擊柯文哲 這也沒辦法啊 有些人的活動